一,什么是佛? 佛,这个字,是梵文音译,是智慧,觉悟意思。 佛也是人,不是神,觉醒圆满就是佛, 愚痴迷惑就是凡夫。 但我们平日经常所说的佛,一般就是指释迦牟尼佛。 二,什么是佛教? 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, 是帮助众生开启自信智慧,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。 三,什么是佛法? 无尽时空中的一切万事万物,佛教中称为法。 能够觉了宇宙一切万事万法的智慧和方法,就是佛法。 四,什么是菩提心? 上求佛道,下化众生的这种心愿,就叫菩提心。 五,什么是西方三圣,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, 以及他的两位邪式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? 何称为西方三圣? 六,什么是三藏十二部? 三藏指的是佛经中的经藏、律藏、论藏。 十二部是把佛经的内容分为十二大类。 一,常行。 二,众诵。 三,鼓起。 四,辟欲。 五,因缘。 六,无问自说。 七,本生。 八,本事。 九,未曾有。 十,方广。 十一,论意。 十二,受祭。 七,什么叫三归一? 归是回头,一是依靠。 归一佛、归一法、归一僧,何称三归一? 为了避免后人误会是归一具体的某人,六祖会能在《谈经》中说三归一事、归一觉、归一正、归一静。 这样就比较简单明了了。 八,什么是三学? 三学指的世界。 定,会三学,也叫三无漏学。 无论修学任何法门,都需要从三学开始。 九,什么是三毒、贪、称、吃这三种习气,能够毒害人的生命和会命,佛教称为三毒。 十,什么是三法印? 诸行无常,诸法无我。 涅槃寂静,是三法印。 十一,什么是四法印? 诸行无常,诸法无我。 涅槃寂静,诸法识相,是四法印。 十二,四大皆空的四大,是什么? 佛教里的四大指的是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,是构成宇宙一切万事万物的基本因素,和我们中国的五行相似。 十三,什么是四地? 地是真理的意思。 四地就是四种真理,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。 十四,什么是四无量心? 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菩萨精神? 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喜无量心、舍无量心。 十五,什么是四弘誓愿? 是菩萨在阴地修行时,应该发起的四种誓愿。 众生无边誓愿度,烦恼无尽誓愿段,法门无量誓愿学,福到无上誓愿成。 十六,什么是五戒? 佛教最基本的戒律,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。 十七,什么是五蕴,构成凡夫世间的五种要素? 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 十八,什么是六根? 指的是我们身体的六种感觉器官,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。 十九,什么是六道、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、合称六道? 二十,什么是六波罗蜜,也称六度,是佛教修行的六种方法,不失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,我们下次再见。